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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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嗨 我是Jazz 今天呢我們的影片主題會跟中華隊相關 那我也知道啦 因為我個人有那麼稍微一點點的反指標 對 所以我是不太適合來講中華隊這個題材的 不過我今天有特別穿了日本隊的衣服啊 這樣應該算可以互相抵銷喔 對啊 要戴賽就兩邊一起戴賽 那我們今天大家也看到我們換了一個場景拍攝 因為今天是一個合作影片啊 我們今天影片呢會邀請到我們這一次 十二強中華隊應援曲 到頂的創作者加上演唱人 黃毅如 依魯 我們歡迎依魯 好 依魯大家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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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剛才看到MV裡面 你們還邀請到陳冠宇跟王波龍 對 其實還蠻高興可以邀請到兩位重量級的選手 然後來拍MV 對啊對啊 雖然拍MV的時候沒有特別跟他們打到照片 因為我們是分開拍的 但是其實最後呈現的畫面 真的會讓人家很期待的熱心 那依魯 在這一次的十二強之前啊 對 你會很常去看棒球比賽嗎 我其實自己說實在 就是我有點像是大家職業球迷 口中的一日球迷 對不對 就是像之前其實關於中華隊的 有特別大的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會看一下 但是其實說真的 在一般的職棒的日常 我比較沒有在特別的關注 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有點像是大家口中的一日球迷 但其實一日球迷沒什麼不好啊 他都是當過一日球迷的 對 我以前也是從中華隊比賽開始看的 對啊 應該是說我自己所認識到的中華隊 應該說之前過去經驗裡面的中華隊 譬如說像是楊代港 林志勝 甚至像是王健民 就是其實在這一次的中華隊的球員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心血球員 沒錯沒錯 對 那其實我覺得更給我一種感覺 是有一種世代交替 接棒的感覺 嗯 在這些球員裡面 可能不是我們那麼熟知的名字 嗯 對 但是他們其實都懷有了理想 然後有非常堅強的實力 然後這一次要來為中華隊真功 真的 所以對我來講這個很感動到我 因為我在寫歌的時候 也特別覺得 欸 我好像也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大家在討論的都是 一線的巨星 喔 OK 然後但是自己身為歌手 其實也想要 就是讓大家也為我下一個 讓自己的努力被看見 所以寫起來會特別的 有那種帶路感 有帶路感 很像在寫自己的事情一樣 對 同時也是在幫中華隊加油 我覺得是 嗯 那我們這次也為了像 像一如這樣子 最近比較忙的球迷 對 或者是 比較心血啊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日球迷 對 我們來做一個 中華隊的懶人包介紹 懶人包介紹 對 快速認識一下中華隊 是 對我會挑出五個 我覺得這次中華隊名單裡面 我覺得特別值得注意的球員 是 對那要強調一下 那五個是完全出自於我個人喜好 對這個一定要先講 不要很怕 對下面一定會站說 真的嗎 會站是不是 為什麼是誰這一個誰 為什麼不是誰這一個 會站得很兇 OKOK 一定要先消毒一下 先消毒 先打預防針 對一定要先打預防針 不然很危險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介紹這些球員了 好 好 我有準備了一些資料 好 我們有準備一些keyword 首先我們第一個keyword NP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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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NPC你會有什麼感覺嗎 是要打電動的感覺嗎 對 他就是遊戲裡面那個NPC OK 所謂的NPC就是 你每次跟他講話 都會跟你一樣的答覆 對 所以他引伸到棒球比賽裡面 就是代表說 這個球員非常非常的穩定 喔 原來是這樣 對不然在大比賽小比賽 他永遠成績就是這麼的穩定 那他講的球員就是這位 對 Amigo的捕手 林鴻玉 林鴻玉 他是應該算是中華職棒史上 打擊能力最好的捕手 喔 因為一般說到捕手 我們都會想說 防守比較重要 對對對 那打擊就 隨便 打擊差點無所為 好像會有這樣的 會有這樣的想法 一滴印象這樣子 但林鴻玉是很不一樣 他打擊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在今年的中華職棒裡面 他各項的打擊成績幾乎都是前幾名 而且他 因為他不論是在球季中啊 或是到季後賽 到總冠軍戰 對 他打擊成績都一樣那麼穩定 對 所以球迷都會叫他是NPC NPC 到這種國際賽這種大場面 我們就需要這種NPC型的球員 真的 穩定型 穩定輸出型 對就是要穩定輸出型 對 這位大家可以多多注意 好 那我們請問到第二位球員 158 158 這個158講的是投手的球數 球數 他現在講的球員是這一位 這次最近非常夯的 劉志龍 劉志龍 對他是一位大學的球員 現在還是大學 對他還是一位大學的球員 而且他的球數到158 這個數字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對對對對 因為在中華職棒裡面 你大概到145就很不錯了 對對對對 對 到150就真的沒幾個了 我終於想到我們不是之前 都會去那個大魯閣打球 不是有一種就是球數真的就是150 那個真的是 看不到 看不到欸 但是他是158 158 而且他最厲害的是 他高中的時候 球數大概最快到147 其實也很不錯 也很不錯 但是他到大學的時候 因為受傷的關係 所以他大一之後 他就沒有再繼續練投 然後後來也是 讓他去休養 就是文化大學後來就是讓 劉志龍跟他說 你可以暫時不用跟著我們球隊訓練 你自己專心的去做一些復健 跟一些練習就好 對 那經過了九個月的復健之後 他在今年九月的美花旗的放球賽復出 OK 然後回到脫手球上 就丟出了158 嚇死人 怪物 怪物 大家就 這是誰 突然丟出這種球數 怪物新人 真的是怪物新人 那因為他這場 那個時候的球數的表現 讓我們前一陣子的亞錦賽 把他挑進了中華隊名單裡面 喔 亞錦賽打得非常棒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那劉志龍就是在冠軍戰的時候 對上日本隊 對 最後上場後援的2.1局 完全封死日本隊 那日本隊教練比賽之後 他甚至還講說 喔 看到劉志龍上來之後 我就知道我們輸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誇張像真的這樣講 對 因為他球數真的太快 太快了 太快了 再來我們進入到下一位 這位也是丁丁有名的 最強銀行員 最強銀行員啊 其實大家會 應該會想說這個 這個蠻跳空的 怎麼會銀行員來打棒球呢 這個呢 最強銀行員講的是這一位 胡生峰 胡生峰 對 他是在去年亞運一戰成名 因為去年的亞運 中華隊的組成 算是以業餘球員為主 對 然後只是少數加了幾個 職棒過去支援的球星 但是那個時候的韓國隊 他們不一樣喔 他們組的是 完全是韓國職棒一線的球星 一線的球星 對 都是那些丁丁有名的球星 甚至裡面還有幾個是 那個前幾年還在大檸檬打球的球員 對 那個陣容非常的強 很強 那個時候我們球迷在看 都覺得說 去年 對上韓國隊 大家都不抱希望 對 雖然說都很想贏韓國 但是也知道實力真的差太多 對 但是無聲峰那場比賽 因為他是 合作金庫的球員 他是業餘的球員 對 那他在那場比賽 先發對上韓國 他投了五局 只掉一分 然後最後中華隊就以2比1 顯勝韓國隊 很多球迷很可愛 就是那場比賽之後 很多球迷就在網路上面 開始跟無聲峰道歉 對 第一線向無聲峰道歉大賽 對 全部都在道歉 說被打臉打得好開心啊 對啊 很有趣 不過他就是今年他 因為他最近打了很多比賽 像全運會 然後亞運他也有打 對 所以球迷是在擔心他會不會 太過疲勞 對 那我們也很希望無聲峰 可以再打我們的臉一次 對 我覺得你很疲勞 打我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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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下一位 這位是 氣打從頭 這位是 在日本職棒歐力士隊的球員 我知道一路你非常喜歡楊代剛 對 因為覺得這個球員長得有點像 有點像 有點像 這位是楊代剛的表弟啊 他叫做張毅 張毅啊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 張毅 對張毅 他跟楊代剛一樣也是先到 先到日本去練高中 了解 對 然後他到2016年的時候 嗯 在日本職棒的選秀會上 被歐力士挑去 OK 可是他那時候挑去 他並不是直接進入到 正式的球員名單裡面 嗯 他是在育成球員 OK 就是比正式球員名單還差一階 差一階 然後到了隔年2017年的時候 嗯 他整年都待在二軍嘛 嗯 他那一年出賽了快要60場比賽 他是打得很糟 OK 打得非常非常糟 他整年打局率不到一層 哦 上來打十次打不出一層安打 對 對 所以他那一年秋訓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西雄也在報導說 他有非常的加強自己在特訓 對 想要明年好好表現 嗯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明年 還是打得一樣糟 了解 那到了球季中的時候呢 在他們教練團的建議之下 對 他開始改練投手 OK 結果他在二軍初登板 就丟出148公里的快速球 哦 原來你的天分是在投手上 太晚發現了 太晚發現了 對啊 之前那個技能點點錯了 哈哈 然後到了隔年的五月 他開始練投手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嗯 他就升上日本之方一軍了 哦 很厲害 真的很扯 很扯 然後五月他身上一軍馬 然後八月他第一次在日本之方先發 嗯 就拿到勝投 哇 就那個時候 大家突然開始想到說 欸 我們十二強可不可以找他回來打 呵呵 棒球的血就在他的基因 真的 基因太強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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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 因為張毅他非常擅長的球種是 紫插球 嗯 紫插球其實是比較多的 亞洲的球員會使用的 對 那我們這次十二強的預賽 除了日本隊之外 我們還會遇到 威內瑞拉 威內瑞拉 跟波多黎各 對 那他們兩隊 理論上可能對於紫插球都會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適應 啊 因為像你剛剛說的 可能紫插球比較多是在亞洲 對比較多是在亞洲 對 所以 在那兩場比賽我們可以看看 張毅會不會有很好的表現 了解 嗯 中華隊王牌 最後一位 這個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中華隊的王牌投手 對王牌投手呢 是 江紹慶 哦 因為我們要先知道像十二強呢 他有一個規定 嗯 就是在大聯盟的四十二名單裡面的球員 是不能夠參加的 這個東西呢 真的很難解釋 對 就是 我會有點虎傻傻 對 這四十二名單真的要講起來要講很久 所以我們簡單一點就是 嗯 大聯盟的球員一定不能夠打那個十二強 哦 了解 所以你如果有接近大聯盟層級的球員來參賽 那就是很強的戰力了 了解 那大聯盟再下來就是3A 對 小聯盟3A就是最接近大聯盟的層級 對 所以如果有3A的球員 那就很有幫助 了解 那剛好江紹慶 就是今年整年都在3A出賽的球員 哦 而且他今年算是非常有進步 OK 那球數今年提升非常多 那現在球數跟我們前面講到的劉志榮 對 已經很接近了差不多 應該也可以叫到157 158那種程度 也是怪物級 也是怪物級 那 其實江紹慶這一次也不是他第一次打中華隊 哦 兩年前的世界棒球經典賽 是 經典賽是我們所謂 棒球國際賽裡面層級最高的一個比賽 是是是 對這個時候就大聯盟球員也都聊了去 對 大聯盟球員全部都可以參賽 哦這個就沒有所謂四十的名單 對就沒有在分級 全部都可以打 哦OK 所以我們在那一年的比賽 我們在預賽有遇到荷蘭隊 嗯 那荷蘭隊裡面就有非常多大聯盟的一線的球星 是 那在那一場比賽 江紹慶就有出賽 OK 但是那一年江紹慶還只在1A而已 所以他可能沒有很被看好 對啊因為 現在在3A嘛 2A 1A 對對對 人家是在大聯盟 對啊那個落差真的有點大 所以大家都不太看好 畢竟成績差太多了 輸了大家也不會怪你 對 但是他就打了大家的臉 哈哈哈哈 再次打大家的臉 對跟最強銀行員一樣 大家很開心被打臉 對被打臉打得好過癮啊 哈哈 但是到比賽最後 雖然說我們還是以些微的差距輸掉 是 不過荷蘭隊的教練是對江紹慶 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這個投手表現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 那在那場比賽之後呢 其實有很多球迷就在講說 江紹慶會不會是我們中華隊未來的王牌投手 直到現在他真的也證實了他的身價 對 到了今年這真的是他的機會了 沒錯 今年中華隊之中來看 他確實就是我們的王牌投手 那也還不確定說 他今年會對哪一個球隊出賽 是 因為日本博多底克 穩雷瑞拉 對 不管是對哪一隊出賽 我們應該都可以來好好關注他的表現 是 幫我們中華隊的王牌投手加油 加油 嗯 那最後我們就請易如來為我們唱一下這首 到底 這首歌是 這一次比賽的應援曲 官方應援曲 那叫到底 也歡迎大家 可以一起來學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沒有很難 對 歡迎可以一起來學一下 到時候我們可以在場上呢 一起唱這首歌 為中華隊加油 我跟你到底 我跟你到底 卻不忘記 最初的約定 我跟你到底 一心龍到頂 一心龍到頂 我要留下 最後的勝利 讓世界聽見我的名 看見我們用著無懼 看見我們用著無懼 Cause we all believe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就讓我們 11月即將要進到秋山裡面 為中華隊加油 對 請大家幫中華隊加油 我做到了 十五年 在四月之夜 我買了 第五月之夜 之夜 至英文 將